为什么不要只用一侧牙齿绝食物? 回忆一下,你吃饭的时候用左边的牙齿多,还是用右边的牙齿多呢? 你也许会奇怪了,用哪边不是都一样吗?难道这有问题吗? 当然有问题了,而且有时候会很严重,口腔科医生就经常遇到习惯偏侧咀嚼的患者,这种坏习惯不仅会导致口腔问题,甚至有的人还因此毁容呢。 偏侧咀嚼,在儿童中发病比较多,如由于一侧乳膜牙过早缺失而相应的横牙还未长出时,这侧就无法咀嚼,只能长期使用另一侧牙齿咀嚼,时间一长便养成了这个坏习惯。 例如,一侧牙齿有曲齿,吃饭腮牙而没有能得到及时治疗时,咀嚼食物便感觉不适或疼痛,只好用另一侧咀嚼,时间久了就会不自觉地养成偏绝习惯,面部发育不对称。 对于青少年来说,面部和核骨正处于旺盛的生长发育时期,总是固定用一侧咀嚼,由于咀嚼一侧经常得到锻炼,促进了核骨及肌肉的发育,因而该侧面部组织丰满,而经常不用或者少用的那一侧呢,因缺乏锻炼,使面部组织发育较差,萎缩变小,从而造成面部左右发育不对称。 此外,长期偏侧咀嚼,还会使两侧的镊下和关节活动不协调,导致关节功能紊乱,而出现关节弹响、疼痛、开口障碍、镊下和关节脱胃等症状。 因此,我们咀嚼食物时,不要只使用一侧牙齿,要两侧牙齿交替使用,平时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,养成健康的用牙习惯。